约翰二书第一章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,太太或做教会下童和她的儿女,就是我诚心所爱的,不但我爱,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,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,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 恩惠,怜悯,平安,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,在真理和爱心上,必常与我们同在。 我见你的儿女,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,遵行真理的,就甚欢喜。 太太啊,我现在劝你,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,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,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,这就是爱,你们从起初所听见荡刑的,就是这命令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,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,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 你们要小心,不要失去你们,有古卷做我们所做的功,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,不常守着的,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,就有父又有子。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,不是传这教训,不要接他到家里,也不要问他的安。 因为问他安的,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。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,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,但盼望到你们那里,与你们当面谈论,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 你那蒙检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。 我会让他们很好吃。 你会扯到你的姿勢。 我会让他做这个意思。 你会扯到自己的啊,你会扯到自己的肩膀。 这么多了。 你会扯到自己的肩膀。 感谢观看